人设崩塌 范晨晨室内推云突入姿态娴熟 阳光少年称号不保 自从王源在室内违法抽烟被曝光后 他的阳光正能量形象受损不少 同时baby、吴秀波等一大批明星艺人 也纷纷被挖出来曾经在室内抽烟 现在就连范彬彬的弟弟也沦陷了 范晨晨在室内抽烟被活捉了 当时王源被曝出抽烟时 第一时间想到的就是道歉 因为自己犯错了 因为室内抽烟这个事情 也让王源的清爽干净单纯的大男孩人射崩塌 11月12日 摄影师曝光了范晨晨走出机场的画面 随后和助理等人来到下榻的酒店休息 后来走出酒店上车 准备去找一家饭店吃饭 荧幕上的范晨晨丝毫没有偶像包袱 私下更是如此 等到美食端上来 范晨晨大快朵移 吃得很猛 夹起东西全都塞进嘴里 看来范晨晨早就饿坏了 还这么明目张胆在上海饭店内抽烟 自从出道以后 一直以阳光少年和正能量偶像为人设 如今也仍舍崩塌